你哪里不舒服 跟我们一样 蛤 你说什么 最重要的事情已经过了 加油 恭喜你 完成第一关 希望可以给一些 胜脏的朋友 还有SMA的病 有一个参考 一个鼓励 希望我们在未来 可以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 相信健康维缩症 请成为SMA 这个疾病 主要会让患者的四肢 逐渐的萎缩 软末无力 连带人影响到 呼吸 进食 心肺方面等等的问题 因众者可能会死亡 而我们的治疗方式就是 透过腰椎穿刺素 来施打药物 到我们的脊髓里面 可以维持我们的病患 不再恶化 今天是我治疗的第一次 我们的治疗的病患者 我们现在进到病房里面了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环境 我刚刚看了一下厕所的部分是蛮小的 可是还有不障碍设施 然后这边的话有洗手台 因为我有问就是医院 他们好像也不是每一间病房都有 不障碍的 然后这边都是一些基本的 对罪的病房 然后 8月6月 然后我们这次要住三天两月 因为他们说第一次做治疗要观察一天 所以要住总共三天两月的话 这样是不是 多达7000多 然后加上 麻醉的费用应该是1万出头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应该会先去做检查 就是抽血 然后抽完血以后再看报告怎么样 跟麻醉师讨论一下 今天早上8点就要开始打麻醉用药 然后副作用跟风险的话 是蛮多的 风险的话会有局部的背痛 因为我们是打在脊椎里面嘛 然后 偶尔会有下肢或者是臀部麻痹的情形 不过都是暂时的 有些病患会头痛 也是暂时的现象 但是一般都不会超过三天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发生呼吸抑止或者是呕吐 而导致吸入性的肺炎 下腰追穿是可能将伤口或血液中的细菌带入 然后也有可能会因其脑部或者是脊髓感染 也可能会因其脑膜下出血 而压迫脊髓 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下肢瘫痪 严重的话会昏迷或者是死亡 不过一趴而已 用药或者是 可是我觉得用药或打麻痣 最多有可能会让我恶心呕吐 就是不知道明天打完的状况会怎么样 唉 我觉得今天真的好难熬 大家早安 现在是早上七点 等一下八点准就要 准时做手术 我昨天都睡不着 因为超紧张的 我也有一点痛 就是不知道等一下 打完会不会有副作用 要 然后就先把这个 那个倒药 这个 对 应该是不太需要 对 不太需要 今天帮你做一下调整啦 这个氧气这个管子 我先帮你下班 你哪里不舒服 跟我们用 蛤 你说什么 很痛 很痛喔 哪里痛 还扎着 还扎着喔 还扎着喔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只是点滴 我们先帮你补充一下水分 好不好 等一下就拿掉了 可以吗 什么时候拿掉 什么时候拿掉 我们再看一下血压 血压要比较好一点好不好 等到你再更清醒一点 因为现在还有一点慢慢想睡觉 我们等到血压看 会不会到一百多以上 我们再慢慢把鼻涕打掉 好不好 现在大概有十几 因为你会恢复的越来越好 我们再看一下 好不好 好 背部吗 你那个药打进去 那个药现在在走 在你身体走 所以你会觉得有东西 那是正常的 放轻松 你打完以后就是要躺着三小时 药再走 对 专家告诉你药再走 好不好 好 慢慢吞口水喔 还可以吗 要帮你抽吗 还是你可以自己慢慢吞 还可以吗 慢慢来 慢慢的 小口小口小口的吞 好痛 应该是药的关系啦 对对对 不要怕 不要怕 来就不 好 对 已经结束了 现在再过来就是 休息一下 好 对 不要怕 放轻松 血压都慢慢上来了 对 对 很痛 什么 很痛 你要让那个药 你要药打进去 药要让它跑啊 药哦 有什么药 药 火雀 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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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讓好的蛋白質可以變得更多 那你的運動功能可以慢慢增加 但是他也需要時間 至少不要退步對不對 這是很重要 放輕鬆 明天會更好 明天一定會更好 明天會更好 對 沒錯沒錯 痛 還是痛喔 我們再量最後一次就好了好不好 因為目前血壓看起來都慢慢的越來越不一定 越來越好的感覺 什麼時候睡著 什麼時候睡著 你在bottle的過程中就睡著 有啦你有在bottle 我剛剛摸你的手都冰冰的 現在感覺有比較熱一點的 越來越好 你看現在已經106了 現在是變106了 差不多跟之前差不多了 差不多跟之前差不多了 你看 好痛 好痛 剛剛說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 因為 因為怎樣 因為怎麼作用 要再跑 要再跑嗎 跑的蛋白質在跑對不對 對在跑 嗯 很棒喔 摔油一下喔 要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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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還記得妳昨天晚上吃什麼嗎 賣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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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 到現在也沒有吃 沒有吃 沒有吃 吃好餓 好餓喔 好餓喔 等一下完全醒來的時候 就可以 吃東西嗎 對 等一下會再 問妳 要吃什麼 就是比較 容易消化的東西啊 因為妳現在 目前要先躺著 不要亂動 不要 不要這樣坐起來 所以可能就是 留職的東西 妳先喝一點點水 喝看看 喝下去 但是問題是妳躺著 不好吃 她 她好像會 手肘這個地方 可是妳剛剛有的地方 會稍微發紅 可是又消掉了 這邊 這邊 妳有沒有 會痛嗎 還是會牙 那妳先躺著三個小時 三小時 先讓藥物先跑一下 這樣讓她的效果更好 好不好 三小時 對啊 妳看妳都辛苦了 這麼久對不對 這三小時 是ok的 妳現在哭最久了 剛起來 這樣感覺 好 那記得等一下 先吃一點水 試試看 對 看怎麼樣 那如果 喝水很順利 那就可以 再慢慢 慢慢吃早餐 好不好 放輕鬆 已經 最重要的事情已經過了 對啊 加油 恭喜妳 完成第一關 好 以後 越來越順 對 沒錯 沒錯 表現得非常好 讚 要不要拍下來 摸一下 大家好 然後現在是 手術完當天的 晚上 剛剛也吃完晚餐了 然後想要在這邊 結我一下 因為明天如果觀察沒有問題的話 就會住院了 第二次跟第三次都是隔兩個禮拜要回來做一次 那頭一年的話是做六次嘛 上次有跟大家說了 那第一次的話 因為我自己還不習慣 所以這個過程我是覺得蠻辛苦的 然後雖然說是全麻 可是我就是麻醉退了之後 然後我的脊椎 真的 真的蠻痛的 就是會痛到尾椎那邊 所以就是整個背跟尾椎都在痛 然後它會有一些副作用 像我自己的話是有 頭痛 然後就有傷口痛 其他是還好 還好就是麻醉沒有嘔吐這樣子 我自己覺得就是打點滴也蠻難受 我就是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做 然後我自己很怕痛 所以我打點滴那時候 就是也哭蠻久的 它真的還沒有摘下去的時候我就哭 然後它摘下去 我就狂哭這樣 不過就是還好撐過第一次的手術 就是希望接下來一年的六次也可以就是努力的把它做完 然後這次因為住院兩天加上麻醉費用 我預估應該是差不多一萬左右吧 那兩個禮拜又要回來一次 第一年要做六次治療嘛 所以呢治療日記這個系列我應該還是會繼續做下去 雖然說每次的流程都是一樣的 但我覺得可能會有一些碰到不一樣的事情不一樣的變化 那這個病就是會一直惡化 這個藥不會讓我們痊癒 不會讓我們痊癒 它只是不會惡化而已 進步進步也是看個人每個人不一樣 但是進步的空間也我覺得也沒有到很大 不過呢不要惡化就是一件好的事情 這個病怎麼會好的不要再做我早日抗復了 可以做我傷口趕快好 因為我兩個禮拜後還要再來做一次 治療日記這個系列我也是希望可以給一些 腎臟的朋友還有SMA的病友一個參考一個鼓勵 現階段呢不管是有在接受治療的病友還是沒有接受治療的病友 都希望我們在未來可以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今天的影片就想到這邊結束 雖然說是治療的影片還是希望大家喜歡 因為就是一個努力的過程嘛就是把它把它記錄下來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按下喜歡並訂閱 還有去追蹤我的FB跟IG 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還沒追蹤很有記得趕快去追蹤一下喔 我是雪莉 那我們下週的影片再見 掰掰